一百三十四只要 阿霞 我们这样真的好吗 有什么不好的 我早就勘察过了 这条路是你学长去公交站的必经之路 我们在这儿堵着 一定能等到他 你去哪儿堵着 马上 学长 你们今天也回家吗 对 学长 我和你不同路 但是淼淼她跟你同路 在这里我就郑重其事地 把淼淼交给你了 记住 她坐公车喜欢坐在后排 但是一直看着窗外会晕车 你一定要照顾好她 我走了 拜拜 那走吧 那走吧 走吧 走吧 谢谢 你一定要和梁又年坐在一起 最好是坐在车厢后半步 同学 不好意思 我和她一起的 学长 你要听歌吗 学长 你要听歌吗 学长 有型提示 装睡装得自然点 怎么才能自然点啊 不行不行不行 不自然 不自然 要不真的睡着好了 怎么真的睡着啊 睡不着啊 你可以的 数羊 一只羊 两只羊 三只羊 一百三十二只羊 一百三十三只羊 一百三十四只羊 一百三十四只羊 好温柔地说 是你在我左右 你只为我守候 我的心 一见到你 我的心就不断了太多 一百十四只羊 我都没有人 你会为什么 一百三只羊 今年十九岁的小谢 一直每米不振 原来小谢陷入了 校园带泥潭 小谢是海城大学大二的学生 交往了社会女子 在女子的介绍下 小谢接触了校园带 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半年来她通过校园带 一共接待十四万元 好 又年回来了 嗯 小拓也回来了 刚吃完饺子进房间了 你想吃什么 我帮你煮 没关系 我等晚饭一起吧 好 小范儿 我说夫人 要不今年的春节 我们去哈尔滨过年吧 你不是说从来没看过雪吗 亏你还叫杨雪 一放假就想往外跑 这哈尔滨的冬天呀 特别地漂亮 你看看 又年回来了 爸 回来了 正好 你也看看 今年咱们去哈尔滨过个年 怎么样 我无所谓 你们决定吧 要不 你赞助一点 尽说不着调的话 让又年赞助 亏你说得出口 他都给何欣赞助 买电动车了 赞助一下全家出去旅行 怎么了 行了又年 别听你爸胡说了 快去把行李放好 帮我把酒放起来 我说你泡那么多红枣干吗呀 你别管那么多 总有用的 妈 我回来了 淼淼回来了 爸 你 你什么时候回来了 妈 明天早十秒钟进家门 我这不陪你们回来过年吗 饿不饿呀 你妈煮饺子呢 饿死了 妈 我想吃猪肉白菜虾子 给你啥馅吃啥馅啊 秋 秋 来 让爸看看 这大学生活怎么样啊 累不累啊 还行 我累 你累 你怎么累啊 做作业累 做作业累 你不做作业 你能考上大学吗 考上大学就不累了啊